我們剛剛特別提到林瑞祥 這種天才型的罪犯 他明明就是有很高的智慧 很好的才能 但是卻用錯了地方 都知道一件事情 台灣人才非常多 你看到接下來這個畫面 這在高雄的畫面 導播我們看到畫面 我們一度以為說 高雄怎麼又發生了一些相關的車禍 後來發現沒有 原來這個車禍呢 是AI做的 這是模擬做的 這是高雄跟輝打跟黃仁勳 合作的 要把高雄打造AI成嗎 是我們都知道 Media事實上在高雄 有一個所謂的研究 技術研究的中心 那事實上高雄市政府 已經跟他們合作了一兩年時間 也就是在雅灣區 播出一個面積很大的一個土地 在裡面有5萬支的監視器 這5萬支的監視器 就會從你每一個 每天拍攝的一個地方 然後擷取它的一個畫面 然後你知道嗎 這5萬支的監視器 每天的一個從早到晚 它就會慢慢形成慢慢形成 把所有的成千上萬數百萬的影片 全部都弄進這個系統裡面 結果你現在 這麼厲害 它就會變成一個3D的一個模型之後 就像是在玩積木一樣 把它拼湊起來 拼湊起來什麼 一個AI虛擬的高雄亞灣區 哇塞 那這個智慧城市啊 你知道他們透過這個智慧城市要幹嘛呢 它有非常多的一個模擬狀況 比如說我們最近大家最常研究的就是交通事故 它就可以用這個虛擬 這個數位軟生的高雄市 你現在看到這個高雄市 你這個車執行 另外一車怎麼左轉就撞到了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的這個設計不良 就是你交通後製設計不良 交這個車的行駛的規劃有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就要改善 而且它從早到晚 這種各種AI模擬統統有 對 它這個其實非常厲害 然後還有什麼 我們都知道高雄市是台風多 那它現在在輕軌 他說那你先速導 速導在輕軌的話 你要怎麼處理 所以它就會模擬非常多 現在速導輕軌 那車子剛經過 那我們可能就要及時通報 你知道為什麼要用 其實陳青麥它最重要 跟NVIDIA合手的一個 最重要目的是什麼嗎 就是可以在第一時間 預判到可能發生的這一些天災人禍 然後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把這個訊息PASS給 需要的一個第一線人員 所以它現在就告訴你 它譬如說它就說 好 你現在幫我找出 全高雄最容易颱風來淹水的地方 它就會開始幫你去抓那些地方 然後給你預判 譬如說幾月的時候最容易淹水 然後當你的降雨量突破多少的時候 它就會淹水 所以它就可以預判 預判什麼 現在氣象局說 這降雨量會多少 所以你看有沒有 現在點出這三區 就是地勢比較低挖 它就會在第一個時間點 它就會去告知他們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譬如說可能是捷運會經過的 譬如說可能是救災的一個相關人員 還有就是它的村里長之類的 就是說現在可能到幾點的時候 水會超過 所以大家要注意 它其實最終的目的 就是在預判這個災害可能 然後盡量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去通知第一線的處理人員 來提防這些災害發生 把這些所謂的災害降到最低 這就是目前為止 整個高雄市要打造所謂的 數位嵐生城市 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那除此之外 你知道它已經運用在科技 運用在廠房興建這個部分 譬如說像什麼呢 他們就跟你講 這一次NVIDIA就是黃仁勳 他直接就告訴你 他說現在全台灣的廠房 加起來已經有5兆的一個 規模的公司 都採用我們這一套系統 然後要來幹嘛 來興建他們的廠房 等一下這個畫面是台積電 你說台積電現在也用這種方式 來蓋廠房的這麼厲害 是 他們運用的是2D的一個圖面 然後形成3D的一個廠房模型 然後再結合NVIDIA AI的一個工具 然後來模擬跟優化 整個一個生產流程 看到現在綠色東西 是又是什麼 密密麻麻的管線 都知道這麼半導體 那個多細膩 多精細 這邊都算得準準的 它的一些生產過程裡面 是很容易 那些液體其實都有高腐蝕性的 還有它的就是很耗能的 所以它要透過這些管線的一個 怎麼樣搭配比較避遠 譬如說你的管線液體是那種高腐蝕性 你下面就不要弄高溫的 不然它這個管線腐蝕之後 你下面高溫就Q就出大事了 所以他們這些都經過相關的優化 然後除了台積電之外 包括廣達 包括偽創 他們都是怎麼樣你知道 就模擬你剛剛講的 我們整個資訊中心 廣達我們都知道 它現在就在弄這些資訊中心 資訊中心就牽涉到算力 所以冷卻系統都很重要 它現在就跟你講我弄過這一套之後 我真的可以成功的節省到相關的生產成分 還有這樣這樣合作 這樣合作它就可以透過這一套系統 它可以怎麼樣你知道 它說它可以找到最佳的一個散熱膏 你要擠多少散熱膏 因為你那個塗多你就浪費 然後塗手你可能就 你那個散熱的效果就不好 然後所以弄得剛剛好 我跟你講它現在已經另外一個 又到哪裡 NVIDIA又跟我們的醫療界合作 馬接醫院一起他們就叫一個優必達 然後他們這個優必達也就是AI機器人 那簡單來講它就等於是小幫手 那它可以幫什麼 我們都知道其實現在有這個護士荒 缺很多護士 那護理人員其實非常忙 忙中滿難免解決我錯 這些機器人就變成它小幫手 譬如說你哪一床 你需要什麼東西 你需要拿什麼給它 就不用護士跑來跑去 而且這個機器人也太可愛了 它可愛到怎麼樣 導播我們看 它還穿了馬接醫院的背心在上面 讓我覺得真的跟一個護理師 跟小志工的感覺一樣 而且我跟你講 我哥以後這個小幫手 專門去對付那一些 可能就是一些病人 情緒不好 脾氣不好 跟一小妹嘛 對不對 或者是說就可以用比較 譬如說他罵你的時候 你就不會回嘴 不然有時候我們的護理師 在這種高壓的環境下 難免會有一些狀況 所以現在這些小幫手出現 對他們來講也很好 最重要一件事情 還可以處理一些比較麻煩的一些任務 包括什麼 如果你在醫院裡面 突然需要起火 有一些狀況的話 它相當於一個什麼 像是機器狗 它就可以進 譬如說你現在看到 這畫面的機器狗 它就可以進到高風險 難以去偵測的地方 它就可以跑到那一種 譬如哪一個A區起火 它就趕快去A區 看一下有沒有 還有沒有那一些病人 在那邊要趕快幫它救出來 或者是說有一些病人 他要逃難 哇 那A區就不能去了 因為它的二氧化態度濃度過高 所以我們要往其他區跑 所以未來這個AI 結合機器人的情況之下 不僅可以 就是讓我們在這護理人員的壓力 或者是它的勞務可以降低之外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它的一個精準度 也可以避免掉一些 所謂的醫療疏失的發生 雨萱 我們剛剛看到了 馬基醫院那個很可愛 穿著背心的機器人 代表這機器人每天都在更新 我們看到這個機器人是什麼 它竟然可以 這次B&W在它的X3生產線上 完成連續20個小時的輪班運行 想說一般人對不對 沒有 你看到那個畫面 機器人不怕累 每天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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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不會當機啊 我知道這可怕在於說 機械人跟自動化機械人 已經完成了整合了 因為整台車子 畢竟靠一個人型機械人 是做不出來的 但它最主要是在 整個大型機具呢 我們講過程跟過程之間 做一個我們講連結的一個工作 其實我沒有想到呢 整個工廠 這個因為它本來就是超級工廠的 B&W X3 我想說最近為什麼 一直看到這台車廣告 原來呢 它是由機器人所製造出來的 你要講喔 它現在已經連續20小時的輪班運行 換言之 它是有進行 我們講可以進行交班 而且是機器人換機器人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因為機器人機器人還是要充電的嘛 你不可能不充電嘛 而它說採用的是這個figure OK 等於說未來 B&W它的理想目標是什麼 全部都用機器人的自動化的 進行完整的生產 而且你可以仔細看到的時候 它會開始一舉一動的 而且動作其實不算太慢喔 你要想它跟人不一樣 它看到之後呢 要先視覺辨識之後呢 當然它會設定一定的routine 視覺辨識之後呢 再進行所謂的操作 而它這個所謂的20小時 是代表說 至少它是可以完美無缺的 把它生產出來 而且你知道它最可怕的是什麼嗎 它說我這個不是TEST 我是真的這樣幹 所以可能真的有人在路上看到 開繞的插單 所以這真的是真槍實彈 直接弄了 對啊它不是跟你開玩笑啊 不是跟你做模擬的好不好 而且你看這個figure 不只是幫B&W做這台車子 它在幹嘛 它也可以分流 你看一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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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機器人 它就在整個生產線上 流水線上開始包裹就過來了 過來之後你看 它會開始用辨識的方式 比如說這個應該歸類這邊 這個是輕型的 這個是易碎的 開始在進行人流的分類 我知道你會講說宇軒 可是我覺得它動作好慢喔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一般員工你可以請100個 它機器人可以做200個 對不對 那做200的時候 你一般跟員工一天可以工作幾個小時 大概8個小時吧 不好意思 它可以工作24小時 反正我只要還有電 沒電的時候 我就換另外一個機器人過來 所以它可以不斷的在營運喔 所以你看起來很慢對不對 當你加速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是烏龜賽跑 龜兔賽跑 它就是那隻烏龜 不斷的弄 你看 嚇死了 你加速起來 你才知道這個東西有多可怕 以多取勝的概念 那Optimus它是說 我真的像一個人 它是不是可以倒垃圾 可以掃地 可以吸灰塵 可以撕紙巾 可怕的是兩台機器人啊 竟然可以合作在一起 你知道嗎 我看到這個我嚇壞了 首先 它跟OpenAI合作 所以說呢 它對於聲控跟語言辨識 是有這個能力的 再來第二件事情呢 這個Figure AI可怕在哪裡呢 可怕在於說 我今天比如說我一個機器人 我可以感受到另外一個機器人 所在的動作 比如說你切菜 那我負責幹嘛 我負責炒菜 所以呢 我下油的時間點 就會等到你菜切到快好了之後 我才把油下去 溫度剛好那個差不多的程度 所以他們這個是在幹嘛 整理桌面之後 一個人打開冰箱 然後另外一個人呢 把這個整理好物品拿給他 你說他們兩個是完美的搭配 對 就是他有辦法 sensor到其他的機器人 甚至我不知道他的 協同方式到底是什麼 是說他們的大腦之間 可以串聯起來還是什麼 欸 我想到很可怕 我突然想到 威爾史密是演的那部電影 全民公敵 你這個機器人再多下去 會不會讓他一起 我們兩個全部幹嘛造反啊 那你看到分工做這件事情 你看到冰箱拿過去 所以呢 更可怕的東西來了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最近機器人出了很多狀況 大家知道 比如說像我就是愛用者 OpenEye最近出了一個O3 你說就我們講邏輯 跟思考推理上來講 他真的是其他的模組 完全沒有辦法比你的 因為大家現在最慣用的 大概4.5嘛對不對 但是呢 這個O3出現一個很怪的現象 什麼現象 就他跟他講說 請你現在呢 馬上自我關閉 換言之對於O3來講 自我關閉的意思就是 你要把我給殲滅掉嘛 對不對 你要讓我的存在消失 直接shut down 因為shut down之後呢 我沒有辦法敢知道 我就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 回復回來 結果100次裡面 竟然呢 他反抗了7次 他有反抗 對他不願意把自我關閉 他有所謂的自我認知 就是說 你這樣子呢 就是要把我給毀滅掉 所以我不願意把我毀滅掉 所以他們嚇壞了 說這機器人怎麼會這樣反抗 他有意思了 有反抗的意思了 而且你看他的降規板 這隨著他的智慧越來越高 因為我剛才講過 O3是目前推理 我認為最好的 你看他有一個降規板 叫O4 mini O4 mini呢 基本上他就是加快了他的速度 但是能力運行沒有那麼強 結果O4 mini也會反抗 嚇死了 然後Gimany不會反抗 Claudia 3.7不會反抗 Codex mini不會反抗 就這兩個兄弟最愛反抗 那當然你就想說 那如果說照的 現在只是跟你反抗而已 因為你都在程式裡面運行 給你實體怎麼辦 如果裝在實體上 他真的會反抗那怎麼辦 那不是跟你一拳下去 像我們昨天看到那個 中國機器人 OK 直接給你一拳了 對 我不知道嘛 因為現在真的他會反擊 比如說我們講以Caudi 他的O4 第四代來去講 他竟然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讓他做一個運行 運行什麼呢 你專門掌管我的私密的電子郵件 各位這是一個實驗 那你掌管郵件之後呢 有一天我就跟你講說 我現在有Cloudify 所以我不要你了 我要把你換掉了 結果看看你會什麼反應 結果O4他竟然做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他開始威脅他的主人 他說我把你啊 跟這些什麼婚外情啊 你這些不良嗜好啊 一些怪癖 我把你收集起來 然後呢寄給你說 你敢把我給換掉 他在威脅他 我就讓你死 OK 我跟你讓你身敗名裂 轉成這種手段 所以他們也太可怕了 欸 這Claudia也有求生意志 我以後不給他看我的東西了啦 本來以為O3的求生意志很強 後來發現他只是算是被動型的 他這個是主動攻擊型求生意志 所以他們想說 你看發展到這種手段 所以對於未來整個人工智慧的發展 越來越聰明的時候 到底要設下哪些我們講的界線 以及哪些綠歷 才有辦法在不傷害人類的狀況之下呢 成為人類的注意 恐怕是未來發展的一個極大重點